我采访了两个家人 所谓的家人 就是他们都曾经陪伴过他们的亲人 走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程 但是一个人走过之后是坚决反对 一个人走过之后是坚决支持 而当把这两个人的立场 放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办法说谁对或者是谁错 对 就是没有 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 问题就是在于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人生 你怎么看待你挚爱的人生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生活的方式 就算你不喜欢也会想着说 我如果能有更好的方式来实现我的生命 其实那还是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那更不要说 其实大多数的人觉得 反正我就是尽力的过我的人生嘛 那这也是我要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生命对我们真的都是 一个很基本 会去维持会去坚持的事情 但是仔细的想一想 像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的这个永生的议题 还有对应的人对于生命尽头的一种安排 要能够自己安排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冲击我们的一个想法 就是生命它之所以珍贵 是因为它附带有很多的意义跟价值 所以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 很多朋友都会开始跟我们留言 回应说 如果真的要一千年 活三百年或不会死的话 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要确认 如果没有办法确认 是快乐的健康的可以活动的 或我在意的人也在 那我宁可不要 其实我觉得这个宁可不要 好 看似轻松 而且大家可能会开玩笑的讲说 你们这些人要给你们永生 还要谈条件 其实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里面很深的一个 反映出人的人性的价值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说有些事情 我们是不能妥协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 他一定坚持的价值坚持的意义 只有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们才愿意活着 或者说才觉得自己像样的活着 这也是每个人感觉自我尊严的地方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大家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去延伸一些自我的成长议题的话 应该是好好的问自己 我活着 有没有觉得很踏实 有没有觉得不一定满足 但是我有没有觉得我负责了 然后我觉得值得 负责跟值得 我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真的会觉得 不管是生 不管是死 其实自己都可以很释怀 那如果大家想到的时候 会觉得有很多的纠结 那是不是表示说 生命中有一些事情 你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 或者说在意了一些 不是那么根本的事情 就是很多很多的妥协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是在努力的求取 自己自我实现 能不能觉得生命是我的 然后我们好好的把它过好 我想这就是人最大的价值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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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